2008年以《功夫熊猫》当中特效片段而获得了动画安妮奖的资深台湾动画画师李立民 从事动画特效制作超过了20年 他在惊吓高口碑动画片《迅龙高手2》当中是担任动画的特效部主管 近日这部电影推出了全新的DVD和蓝光碟 成为了圣诞期间的热门礼品 1981年从台湾移民来美的李立民 在洛杉矶加大读的本科和研究生所居然是航空工程专业 李立民受访时表示因为从小就喜欢电影 平时自学动画制作 而航空工程学到很多物理 电脑 城市等与制作动画特效 还是蛮有关系的知识与技术 为他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李立民参与制作特效的动画包括《功夫熊猫》以及续集 《迅龙高手》以及续集 都是梦工厂的经典代表作 李立民谈到 《迅龙高手2》比第一集多了很多水的特效 有一只全新的巨龙 不仅要从水中跃出 还会吐冰 这些对梦工厂 动画师都是新挑战 但也比五年前的第一集多了很多新技术与软件 更加得心应手 水跟冰都是我们观众在这场生活上很常见的东西 那你要是做得不太对的话 观众很容易就会看出来 这个怎么不太对 那就很容易就让观众从电影的世界跳出来 那这是我们不要的 我们做特效 我们希望把观众带入那个电影的世界 在近日发行的《蓝光》DVD中 幕后人员带大家到《迅龙高手2》的世界中探险 特别是这个碟内还有全新的《迅龙高手》短片和火龙比赛互动游戏 天下卫视记者汪欣怡参访报道